武神主宰 第5844章 誓死如归 作者 按摩师 只见秦晨笑着道 天北王前辈不用麻烦了 那黑龙会老祖的分身 其实不久前已经降临过南原城了 也已被本帝给灭了 南原城暂时已无大碍 至于以后 他若再赶过来 来一次 本帝就灭他一次 秦晨微笑开口 秦兄你万万不可大意 神帝分身 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神 什么 天北王还想说什么 可突然间 他愣住了 呆滞看着秦晨 你刚才说什么 黑龙会老祖的分身 被你给灭了 他难以置信看着秦晨 秦晨则微笑看着他 砰砰砰 天北王只觉得自己 大地之心跳动得厉害 嘴巴发干 手心冒汗 不由自主地看着了眼四周 想要获得认同 可周围人那副看呆子的表情 却让他瞳孔收缩 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之感 直扑脑海 这 难道是真的 大地灭杀神帝分身 自己不是在做梦 对面 秦晨面带微笑 一抬手 一道神帝气息 已然浮现他的手中 笑着道 前辈 这就是那黑龙会老祖分身中的一部分神帝本源 不仅是那黑龙会老祖的分身 还有这南原城老祖墨云古学 此人当年勾结西语大圣 陷害灭空大地前辈 这些年里 暗中杀戮无数南原城无辜民众 也已被我斩灭 天北王脑子嗡嗡的 只觉得有无数苍蝇在脑海中转悠 正正盯着秦晨手中的那屡神帝气息 一丝丝恐怖的黑暗力量 从那神帝气息中散逸而出 眼前仅仅是这一屡神帝气息 就让天北王浑身僵直 心头有种生死间的大恐怖诞生 仿佛行走死亡边缘 如屡薄冰 那种感觉 绝对是黑龙会老祖的神帝气息 不会有错 哼 他心中之前诸多纪元所建立的价值观 一瞬间崩塌 道心不稳 秦晨一抬手 那一屡神帝气息便已然抛向撒罗耶 这屡神帝本源就赏你了 谢大人 叶罗撒两眼发光 下意识地张大嘴巴 一道可怕的黑洞浮现 咕咚一声 就已将这一屡神帝气息吞入腹中 轰的一声 只见撒罗耶的肉身迅速膨胀起来 灵甲碎裂 有鲜血喷溅而出 可他神情却是狂喜不已 竭力运转体内世界 炼化这一道神帝本源 这可是神帝本源啊 虽然这道神帝气息 仅仅只是之前黑龙会老祖分身中 那屡神帝本源的十分之一 但对刚突破巅峰大地 还没多久的撒罗耶而言 这绝对是这世上最美味的食物 放眼整个科目多寿一族 吞噬过神帝本源的族人有多少 怕是屈指可数 他死死闭着嘴巴 疯狂炼化其中的神帝之力 壮大自身 原本修为已经停滞的撒罗耶 身上气息此刻竟是再度缓缓提升起来 紧接着 秦晨目光又看向了一旁的处仓大圣 扑通 处仓大圣当场跪下了 惊恐看着秦晨 大人 饶 饶了我 处仓大圣一脸恐惧 在下只是一个杀手 靠接任务为生 此番也是接到天外天总部命令 有人发布任务要暗杀大人 这才前来这南原城 如今雇主西语大圣已经陨落 我天外天断不会再对大人 您有丝毫冒犯 且此番回去后 再下一定告知总部 让总部将大人 您列入我天外天的白名单 不再接受暗杀大人您的任务 不幸你可询问 此间这天外楼的楼主 此人来自我天外天高层势力 知晓我天外天有白名单一说 以在下混沌及杀手的身份 只要奉献足够的贡献值 总部肯定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处仓大圣一脸惊恐 绝望 恐惧 这是他脑海中唯一的念头 天外天 在宇宙海中威名赫赫 有恐怖名声 可先前秦晨在黑龙会老祖的 求饶和威胁下 依旧毫不犹豫 便灭杀了对方的神帝分身 让处仓大圣明白过来 威胁 对眼前的秦晨 是根本没有作用的 唯有求饶 或许才有一线生机 天外天混沌及杀手 处仓大圣的话 也让天北王和在场无数修行者们 惊醒过来 豁然转头 骇然看着处仓大圣 天外天乃是宇宙海 顶级杀手组织之一 其势力遍布整个宇宙海 即便是黑龙会 雍国这样的神国级势力 轻易也不敢 和天外天交恶 没想到夕宇大圣 竟然请来了这么一尊杀神 如果眼前这处仓大圣 真的来自天外天 那怕是轻易不能斩杀了 否则一旦交恶了对方 整个宇宙海 都无处可逃 饶了你 秦晨却是淡漠 看着处仓大圣 那眼神让处仓大圣 心中惊颤 涌现绝望 不 秦晨突然抬手 一道可怕的杀意剑气 如同闪电 直接掠过处仓大圣的眉心 将他的灵魂洞穿 当场剿灭 我 处仓大圣瞪大绝望 惊恐的眼睛 嘴里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 便魂飞魄散 彻底没了声息 既然对我动手了 还想着能活着离开吗 秦晨眼神淡漠 转头看向撒罗耶 淡淡道 耶罗撒 是 撒罗耶一脸狂喜 顾不得还没将体内的神帝本源完全炼化 张开嘴 在所有修行者惊恐的目光中 便将这处仓大圣的肉身一口吞下 嗯 真是美味啊 撒罗耶一脸的满足感 虽然处仓大圣只是一尊巅峰大帝 和西语大圣 墨云古学这样的半部神帝没法比 更不用说和黑龙会老祖的神帝本源相比了 但蚊子腿也是肉不适 可不能浪费了 再者说了 吃饭的时候 也得荤素搭配嘛 嘎嘣嘎嘣 撒罗耶吃得是满嘴喷香 让周围所有修行者不寒而栗 浑身发毛 秦兄你 天北王原本想劝阻一下秦晨的 可见状 却是连连苦笑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刷 众目睽睽之下 秦晨一步来到了天外楼主决心的面前 决心身边原本其他一些修行者 全都吓得疯狂后退 离得远远的 心惊胆战看着决心 连处仓大圣都被杀了 决心这个天外天下派的天外楼主 怕是也凶多吉少了 众目睽睽之下 决心神色恐惧 竟是硬生生抗住了秦晨的压力 没有像处仓大圣一样跪下 反而是咬着牙 艰难抬起头 视死如归地盯着秦晨道 秦大人 处仓大圣虽是我天外天混沌及杀手 但接了暗杀你的任务 暗杀失败 被你杀死 也是常理之事 我天外天断不会 因此而向大人您报复 但我决心 却只是南原城天外楼分楼的一个楼主 只负责南原城附近的一些生意往来 小暗杀事宜 与此次处仓大圣 出手一事 毫无瓜葛 秦大人若杀我 便是彻底与我天外天为恶 还请秦大人三思 决心抬起头 身体颤抖 显然内心极其害怕 可他却目光坚定 直视秦辰 竟有誓死如归之志 死 周围其他修行者都倒吸冷气 这决心疯了吗 这时候 还敢代表天外天说这么硬气的话 不怕死吗 从之前黑龙会老祖 和处仓大圣两人的陨落 众人早就看出 眼前这秦辰 绝对是个不会受威胁之人 果然 听到决心的威胁 秦辰不由笑了 瞇着眼睛看着决心 你 就不怕我杀了你 怕 但我还是会这么说 决心抬头 目光坚定看着秦辰 我天外天传承宇宙海 无数纪元 面对再可怕的敌人 但却从来没有退缩过 决心 一脸慷慨赴死 傲气道 虽然我的修为不如处仓大圣 但我想告诉大人 我天外天虽然有贪生怕死之辈 但也有看淡生死之人 若大人今日不杀我 那你和处仓大圣之间 仅仅是一个任务的恩怨 人死 恩怨消 可若你今日敢杀我 便是与我天外天彻底为敌 我虽死 但却是为了天外天的大意而死 我死得其所 还望大人三思 是想与我天外天化干戈为玉帛 还是想与我天外天不死不休 一切都在大人你的一念之间 决心抬起头 脖子对着秦晨高高抬起 视死如归 有趣 有趣 秦晨看着决心 突然间笑了 笑声隆隆 响彻天地 没想到天外天境 还有如此不怕死之人 不愧是宇宙海顶级杀手组织 佩服 秦晨盯着决心 冷笑道 正如你所说 一马归一马 看在你之前也算实相的份上 本帝今日就不杀你 甚至不会驱逐你 可若你天外天 再敢对本帝不敬 就别怪本帝不客气了 滚 秦晨一挥手 决心顿时被阵飞出去 浑身鲜血绷建 半跪在虚空 张嘴就是一口鲜血喷出 他站起身 用力擦拭去嘴角的鲜血 目光桀骜不驯看着秦晨 道 多谢大人不杀之恩 告辞 说吧 带着一旁的总管事 朝着天外楼掠去 消失不见 这决心 竟然活下来了 众人难以置信 看着这幕 即为决心的勇气震撼 亦是被他的好运所惊叹 一旁 北天王也忍不住松了口气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